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这节课继续来分析我们上节课所留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那么要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在讲模块的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时候 所演示的一个示例 好看一下是哪一个 C应该是第八章的C10.py这个文件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示例 好给大家13秒钟回顾一下这个示例 比较简单 好然后我们再简单的运行一下这个文件 C10.py来 好我们看一下它打印的结果是3和50 那么第一个3是打印的函数里面的这个局部变量 好然后第二个50打印的是这样一个全局变量50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如果我们在函数定义了一个和全局变量同名的这样的一个变量的话 局部的变量并不会覆盖全局的变量 大家听清楚我说的 局部变量在Path里面是不会覆盖这样一个全局变量的 好我们更加具体的来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定义了一个变量 然后它只能在50 然后我们在函数的内部又定义了一个同名的变量 但是这个C和外面的这个C不是同一个变量 好所以说这个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仅仅是局限在这个函数的内部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函数内部打印这个C就是我们X加Y的结果 但是一旦我们的代码运行出了这样的一个函数之后 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就结束了 所以说你在外部打印这个C还是这样一个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的值不会因为局部变量而更改 好那么我们有些同学就会把模块和模块的函数 上面的这样一些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和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样一个问题 做了一个对比 好那么我们同学们就会想当人的认为 之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打印Skill的内衣上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它的值是这样一个控制不算 而不是我们设定的这个实感刚的原因在于 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局部变量 它是不会改变全局变量的值的 正如我们刚刚在C10这里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一样 好那么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话 那么结果做错了 我们绝对不能够把模块下面的全局变量 和模块函数下面的局部变量等同于 我们类里面这里的变量和这里的变量 类的机制和模块 和模块的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点是希望大家要知道的 而且如果你是一个有其他语言的变形经验的开发者 还反而更加可能造成刚刚我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误区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打印出空纸的真正的原因 好那么要理解这里为什么打印出来的是空纸的话 我们需要首先理解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叫做类变量 另外一个概念叫做实力变量 好所以说我们这节课和下节课要重点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类变量和实力变量 理解这两个变量对于我们理解面相对上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 好然后在我们继续学习之前 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 大家一定要把类的这样一些变量的相关行为 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模块的这样一些相关行为 要分别对待 类它是比较特殊的 它有它自己的规则和特性 千万不要把两个概念混在一起去理解 好那么我讲课可能不会直接上来劈头概念的 就给大家闪出这样一个类变量和实力变量 我一般讲课来说的话 如果可能的话我都是尽可能 通过一个错误的一个误区 或者是说通过一个实力来引出这样一些概念 这样的话更加便于大家来理解和记忆 好那么我还是希望大家再进一步的去思考一下 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编程经验的同学来说的话 再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这里类变量和实力变量的区别导致 我们这里打印的是这样一个控制不串 再进一步的去分析一下 上节课我没有给大家说是类变量和实力变量 它们的区别引起了这样一个控制不串的出现 这节课我进一步的提示了 这两个关键的知识点 那么你进一步顺着这个思路去想一想 而是要善于思考 去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最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再见